我们现在讲Linear Transformation 首先什么是Linear Transformation 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 它就是一种函数概念的推广 那我们先看 我们以前看到的函数的定义 函数我们说有几种直观的定义 如果说对任何一个X 有一个Y跟它对应 我们就叫Y是X的函数 或者说对 或者说是对任何的一个 对任何的一个 结合数集X X里面的所有的点 对任何X里面的一个点 都有Y里面的一个点 跟它对应 我们叫做 我们把这个对应关系就叫做函数 那么我们这里的X 我们叫做它的函数的Domain 就是它的定义域 Y叫做它的CodeDomain 而我们所有的函数的值 所有的函数的值我们叫做它的Range 叫做F的Range 当然我们Y是叫做X的Image 我们画个图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里是X 这里是X 这里是Y 那么对任何的一个X里面有一个Y里面的点 但是可能是X里面有不同的点 对应着同一个Y 那么X叫做Domain Y叫做CodeDomain 那么什么是Range呢 Range可能是Y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所有的X的函数的值 集合可能是D 都在这里面 所有的X的Image 集合Range就是 Set of All Images 这是我们函数的定义 那我们函数里面的定义 那么通常Y它是一个 是一个时数的数级 那么X它可能是 是多元函数 就是它的函数 它的range 或者是code domain 通常是R的一部分 那我们把这个稍微换一换 我们稍微换一换 如果说是Y它是 它是一个 欧式空间 多位的欧式空间 那么我们 我们把这个叫做T 那么把这个 例如说是RN中间的一个点 变成RM的一个点 那么这种我们就叫Transformation 或者是叫做 或者叫做Operature 也就是说我们的code 或者说我们的range 它不再是一个数 我们函数里面的这个range 通常是一个数 Rrange里面的点 通常是一个数 Range里面的member 通常是一个数 如果现在变成是 一个多位空间中的一个点 或者说是一个下量 我们知道 RN 我们 三位空间 二位空间中 三位空间或者二位空间的一个点 也可以跟一个下量做对应 任何一个多位空间的一个点 都可以跟一个向量都做对应 这个向量是什么呢 就是 从原点出发到这个点 这个点跟这个向量是唯一对应的 所以他们相当于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向量到向量的一个变化 这个叫做transformation 那同样的话 或者说我们更简单的说法就是把一个向量变成另外一个向量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变化叫做transformation 或者叫做一个operator 那同样在这里我们把RN叫做domain RM叫做code domain 通常我们 transformation 我们把它写 可以写成 这个向量是等于另外一个向量的 一个transformation 都是向量 因为是RN RM里面的点也是一个向量 是RN中间的一个向量变成RM里中的一个向量 我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说T X1X2X3 它就等于X1X2 那么这个我们 这个是projection 我们任何一个三维空间的向量直接 投影到XY平面去 那么 这个是projection 这是Y 是X 也就是说 Y等于TX X 那么X 那么X它是X是 X是R3里面的一个向量 Y是R2里面的一个向量 所以它的这个 它的Domain 是R3 它的CodeDomain 是R2 然后我们 还有一个定义 Y等于TX 那么Y叫做 Image Image of X 这是这样的一个向性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 如果我们T X1X2X3 它等于X1加上X2 X2加上X3 X3-X1 T 这也是一个向量 把三维中间的向量变成 变成三维中间的向量 那么 这个是 这个T 就是R3 到R3 它仍然 它仍然是三个 是三个分量 所以是R3到R3的一个transformation 所以它的Domain和CodeDomain都是R3 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例如说X1X2X3 或者说是T 那我们可以弄一个具体的数值 例如说T 我们T 111这个向量 把111这个向量 我们可以 会换成什么呢 这是 2 2 0 也就是说 它把三维空间这样的一个向量 这是 111 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二维空间中的这个向量 这个是Y 这是X 那么它的Image Image 111就是2 2 0 这是2 还是 还是 还是在三维空间 我们还是在三维空间把它画 这一个 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向量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它本身是这样子的 变长了 这是X 这是Y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另外的 也说 我们 2 1 4 它就会变成了 3 5 和 2 那它就不会变成 它 它 这个时候就不会变成平面上的一个点了 那它的这个 我们说 3 5 2 是 214的Image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第二个例题 那么第二个例题 我们还可以写成 另外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 我们写成T X1 X2 X3 我们这个写成Y 它就等于X1加上X2 X2加上X3 X3-X1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另外的样子 可以写成什么呢 Y1 Y2 Y1是等于X1加上X2 Y2是等于X2加上X3 Y3是等于X3-X1 那根据我们前面这个 讲的这个 MATRIX它的这个定义来看 用MATRIX的方法来写出来 或者写成先行方程组的形式 它就应该写成Y1 Y2 Y3 它就可以写成这是 1 1 0 0 1 1 -1 0 1 再乘上X1 TX2 RX3 如果写成先行方程组的形式 就是这个样子 或者直接写成矩阵的形式 可以写成Y是等于AX A就等于1 1 0 0 1 1 -1 0 1 那么这样的一个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 TX 它可以写成这是AX 那么这种的这样的变化我们叫做MATRIX Transformation 这种我们叫做MATRIX Transformation 是一种特殊的transformation 它满足这样的条件 那我们 这种transformation它满足满足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一种LINEAR的transformation 它是lineartransformation 那么什么是lineartransformation呢 如果T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两个向量相加 再做transformation 可以等于它们transformation 先做transformation 然后再相加 第二个是 把一个向量做竖乘 再做transformation 我们相当于先做transformation 再相乘 满足这两个条件 我们说T 就是 是一个 线性的transformation 好 我们刚才说的 MATRIX Transformation 是 一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我们就看我们刚才这样的立体 我们来看 TX 等于AX 它是等于 我们是 1 1 0 0 1 1 负1 0 1 这是 X1 X2 X3 我们看 用这两个条件去 去计算 比如说我们说 U1加 U U U加 V 我们 U 加上V 我们是U1加上V1 U2加上V2 U3加上V3 这是我们看 好 那么TU加上V 等于什么呢 等于T 等于T 这是U1加上V1 U2加上V2 U3加上V3 我们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定义 根据前面这个定义 V3 B A 我们等于A 然后是U加上V 那我们直接用刚才的定义吧 它是等于第一个分量 加上第二个分量 这是第一个分量加上第二个分量 第二个分量加上第三个分量 然后第三个分量 减去第一个分量 好 那我们可以看看是什么呢 我们给它 分开一下 好 那么可以写成是U1加上U2 V1 U U2 加上 V 加上U3 然后U3-U1 再加上 这是V1加上V2 V2加上V3 V3-V1 我们看 这个是TU 这是TV 所以说等于TU加上TV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 条件满足 那我们验证第二个条件满足 我们Lamda U 就是等于Lamda U1 Lamda U2 Lamda U3 那我们看T Lamda U 那么就变成Lamda U1加上Lamda U2 Lamda U2加上Lamda U3 Lamda U3-Lamda U1 根据我们前面的定义 我们第一个分量是原来的第一个加第二个分量 第二个分量是第二个分量加第三个分量 第三个分量是前面的第三个分量加第一个分量 好 那我们看每一行里面都有Lamda 这个因子 所以Lamda我们可以T到外面来 所以U1加上U2 U2加上U3 U3-U1 是等于Lamda TU 所以第二个条件也满足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T 是Linear 这T是Linear 好 那我们刚才去验证的是 这两个条件 用它的定义来验证 那么其实 验证的话 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去验证 有这样的一个定理 其实我们如果要验证的话 其实我们只需要验证一个条件 其实就可以了 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们给出是一个定理 如果T是Linear 那么它有它就会有两个两个结论 第一个是一个零向量 就变成零向量 第二个是Lamda U 加我们是 叫做C吧 我们 CU 加上DV 等于CTU加上DTV 那么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我们可以直接用来作为这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TU 加 T CU 加上DV 等于CTU 加上DTV 它实际上跟这个是等价的 一个是T TU 加上V 等于TU 加上TV 第二个是T Namda U 等于Namda TU 或者是用C来表示吧 那么为什么呢 那例如说 我们在 在这个左边 如果我们令 C和D都等于1 那么我们得到第一个条件 那么令D等于0 那我们得到第二个条件 那么反过来 它的证明 反过来也是 也是 反过来也是对的 这个 我们可以作为Linear Transformation的定义 所以 通常我们只是要验证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要证明的这个简单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 我们看证明这个定理 我们T CU 等于CTU 那么我们如果令C等于0 那我们得到的T0 等于0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证明 第二个 好 第二个 那么我们知道 T CU 等于 CTU 这是我们Linear Transformation的定义 那么同样T DU 等于D TU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T CU 加上DV 吧 DV 那么就等于根据我们 线性 根据这个第一个第一个条件 两个向量相加 是等于 两个向量相加的这个 Transformation 是等于我们先做Transformation 再 相加 然后再根据刚才前面的这个条件 T T CU 就等于CTU 加上DTV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Linear Transformation的定义得到 得到这第二个条件 也可以从第二个条件 我们 我们 这个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结论 可以直接得到它的Linear Transformation的这个结论 所以这个第二个条件实际上跟Linear Transformation的定义是等价的 好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用这样的一个 定义去 用这样的一个结论 去证明 它的Transformation 是不是是不是Linear的 这是第几个 3 这边是4 如果TX 等于3倍的X 我们 证明 T是Linear 把它做伸缩 那我们可以看 T 我们说是C U 加上DV 或者你写成X1加X2也可以啊 那我们可以看 这是 等于3倍的 C U 加上DV 或者你写成X1加X2也可以啊 那我们可以看 那我们可以看 这是等于3C U 加上3DV 等于C 乘上3U 加上D乘上3V 所以等于CTU TU 等于3U 加上TV 就是等于3V嘛 所以是D TV 所以我们说 T 是Linear 就是说 我们要证明它是Linear 那么 我们只需要证明 这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证明这一个条件 那么 如果要证明它不是Linear 那怎么算呢 我们只需要证明这一个条件 好 T X1 X2 X3 等于 X1 加上5 X2 加上3 X3 加上2 T X2 X3 X2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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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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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T0,T这是0,0,0,T0等于什么呢? 那么把X1,X2,X3都等于0带进去,那么等于5,3,2,它不等于0下来,所以T它不是Linear。 我们可以用这,T0不等于0,它就不是Linear的,或者说我们看TU加上V,我们来看,我们可以验证这两个条件,或者用验证定义里面的两个条件。 那么TU加V,这是等于TU1加上V1,U2加上V2,U3加上V3,它就等于U1加上V1加上5,U2加上V2加上3,U3加上V3,再加上2。 但是TU呢?TU加上V呢?TU就是U1加上5,U2加上3,U3加上2。TV是V1加上5,V2加上3,V3加上2。 那么结论结果是等于什么呢?结果是等于U1加上V1加上10,U2加上V2加上6,U3加V3加4。 它并不等于TU4加上V5加上V3加上V2加上V3加上v4。 所以它并不等于TU加上V,所以它不是Linear。 所以 T 不是 Linear 的 它并不是 Linear 的 所以这个三个条可以用定义来算,也可以用这个定理来算